好了,大家晚上好 放到周圍都是東西 今天不只做一道菜 不過我在這段影片裡 先介紹其中一道菜 今天我看到本地的露筍 都不錯,不算貴 兩宅,我現在已經浸了 兩宅這些是十多元 兩宅,不是兩宅十多元 是一宅十多元,兩宅是三十多元 都算不錯 所以今天我跟大家分享一個 可能大家未必喜歡吃 但我很喜歡吃的菜式 首先說明一下 我家人喜歡吃 我自己喜歡吃 我才會拍影片 今天會做什麼菜式呢? 就是露筍炒雞雜 很高膽固醇 間不中吃,沒所謂的 首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現在很少有新鮮的雞腎賣 多數都是在冰鮮雞檔裡賣 而且雞腎是沒有雞腸的 只有雞腎和雞腎 我自己覺得 本地雞腎會比較好吃 為什麼呢? 雞尾比較濃 而且沒有那麼硬 如果大家想 比如說 比較好看一點 想看牠的 炒腎球的話 就用火雞腎 不過火雞腎就要留意 本身那些雞腎 就是有根位 如果是本地雞腎的話 就是普通的雞腎的話 那些根位都很好吃 就脆一點 都炒得爛的 但是火雞腎呢 那些根位就炒不爛的 所以火雞腎呢 就要多一點的功夫 就要切走那些白色那些 那些根腱位 如果是本地雞的話 普通雞的話 雞腎的話 就不需要的 很好吃的 好了 那我現在就先放一些東西 那 等我一會兒 不好意思 這個是另一個菜 我先放在一起 那基本上呢 就是一條紅椒 那我就 大家都知道的 我喜歡用這個紅椒去做點綴 再加上這個是辣椒來的 牛角椒來的 這樣呢 就可以呢 是相對地 有多一點看頭 那還有呢 它小小大的新辣味 是可以健皮開胃的 OK 好 那我就先拿走這東西 那大家看到呢 我這裡 鏡頭是有浸到的粉絲 今天呢 我會跟大家分享 一個肥油粉絲鍋 不過是 當然是不一樣的做法 更加好吃的做法 OK 那現在呢 我就 開了一個 彈作法 有些人呢 就覺得很麻煩 這些東西都要給大家看 那其實呢 我就覺得這樣的 真實一些 我們真實的廚房就是這樣做的 那也可以讓一些新手知道 原來是這樣 就是這樣去處理一些前期功夫 有些人真的不明白的 OK 那這裡呢 我飯已經在煮中了 那這個呢 也都是浸了半個小時 那這些露筍呢 它便宜便便宜 不過呢 我們是需要呢 要進一步處理的 因為呢 它的頭呢 都 幾 就是幾韌 那呢 大概吧 我們呢 就將 接近一吋的位 為什麼我要買兩閘呢 就因為我就是 將那些 不要 頭尾都不要 那些粒 還有呢 頭 有些人呢 就會是 即是有些朋友呢 就會是 會 批皮的 但是呢 我自己覺得呢 皮那個呢 才是精華 那如果大家 如果是認真 是不想去 嘩 嘩 這個傷生 哈哈 那呢 即是不想去 這個 吃到那個 這個纖維的話呢 可以呢 就好像 刨那個什麼 這樣 就刨那個 西芹這樣 大概 開頭的時候呢 那個 大概 兩吋 位 OK 那就要刨了這個 主要就是 那些 就是朋友呢 有些朋友呢 就不喜歡 吃那些纖維 但是其實 露筍呢 除了大家 所知道的呢 就是說 有抗氧化的作用 有豐富的維他命A 和維他命B 維他命C 當然有 那 另外呢 就是呢 可以是有這個 是豐富的食物纖維 這個植物纖維 那我覺得呢 食皮也都是 即聚了 最 咦 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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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大家想刨完皮也好 我也不建议的 我自己个人 先留一说 刨大概最多两寸左右的位置 就会比较好一些 其实有些也很乱 鲜头我刨来刨都刨不了 因为它老 如果是乱的 你轻轻刨就会脱掉 就刨了它 今天未有垃圾袋 所以先把它撕走 好,接着我们切的时候 也很简单 我们切的时候要看它的粗幼 有这个切法 如果是粗的 我们大概就像是斜切 大概 切这个位置大概是半寸的厚度 其实这个鹿笋来说 我自己觉得大家可以当成芥兰吃就可以了 所以如果大家明白了 鹿笋在我们中处来说 就可以有很多很多种炒法 炒牛肉 炒肉丝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 炒牛柳丝 甚至是炒海鲜 譬如带子、虾仁 那些都可以的 大家看到 我头部就刨了 尾部 尾部 如果大家仔细听一下 那个声 尾部 也不是很硬的 也很乱 切好了 接着 这个是辣椒 切了 大家都见过很多次的汤辣椒 在中间 切了头之后 在中间 切开它 然后再切开它 我们这样自己切开它 然后我们把汤辣椒切成 这个可以切成一个很好的菱形出来 炒炉筍通常有什麽的尿頭都離不開薑蔥蒜 我現在整套功夫就是做法 我整套功夫跟大家分享 所以大家會看到我慢慢做 其實煮飯這家東西我覺得可以慢慢來 薑片之後 蒜頭 拍幾粒蒜頭 在做這個的時候 我先把這些雞雜 倒進去 先沖水 記得是沖水 我們炒這些 很多人就會說用蒜蓉 我自己覺得在炒蔬菜來說 我覺得原粒蒜 有時候爆香的原粒蒜 我覺得這個味道會比蒜蓉更好 因為我們可以把表面煎至金香 跟著之後 這個是 裏面依然保持蒜的味道 這樣炒出來會特別香口 這樣就 這樣吧 跟著之後 我再把這個 這個蔥鮮流 大家都看到我已經浸乾淨了 可能有人會覺得 這裡用很多蔥 因為我家人很喜歡吃蔥 大家看到我蒸魚特別多蔥 是不是 我經常都在鏡頭裡面入鏡的 其中一個最特色的 的內容是什麼 經常都放了很多蔥 這些蔥 其實我自己覺得 有很多精打細酸的家庭主婦 希望街市的菜檔送蔥 我自己本人 因為我太喜歡吃蔥 所以我就不會特別要求 對方送蔥給我的 因為我吃得多 我就照樣買的 其實蔥都不太貴 3元 我之前都跟大家說過 3-4元 你吃不到一餐 你可以放在吃多兩餐 兩三天 來講 你每一天 每一餐可能增加1-2元的成本 我覺得可以接受 可以試一下這樣 就不用每次要人送 因為有人送 自然最好 如果沒有人送的話 我自己也有蔥 另外就說 可以大家在家裡 蔥到它差不多 見到是乾淨 就差不多了 在家裡放在這裡 其實都可以用京蔥去代替的 部分的菜 在家裡 那我便可以 放在一邊 我可以一個碟裝完 不用像我平日一樣 放着很多个碟 好,全部搞定了 我就拿起这些东西 然后现在我就处理 这些 鸡杂 鸡蜜 我们弱蜜 弱蜜切开它,看看它有没有根位 即是它连起那些 煮大动物的根位 其实是会硬的 好了,大家看看我的腎球 如何处理 这些 如果是火鸡腎的话 就不能要的 但是 如果是普通鸡的话 我就照样要的 OK,那就割三刀 那 即是本地的鸡腎 普通的鸡腎 那麦相其实不是那么好看的 就算炒了出来 样子也不是那么好看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就是 它是不好看的 但是吃起来就很好吃的 哈 哈 那麽大家看到 我连那些根位呢 我都照样的 哈 哈 那麽 这边我大概 这边 这边 20多元来说 都差不多有1斤的了 大概是11,122斤左右 我估计 就是我没有认真看清楚那个标签 那麽在那个腎的突出的位置就割三刀 好 其实处理这些东西就很快的 不要以为我特意拖时间 好,那已经做好了 接着之后我们历一历干些水 倒一些水出来 接着之后我就切少少姜片 应该是姜丝 应该是 等等我 我这些都是现场拍摄 现场做事,我没有剧本 每天都是这样煮饭,不用剧本 好,接着之后 切了姜片,拍平 接着之后 现在这个镜位 应该可以很清楚看到我如何切姜丝 下刀 即是不会遮住 那就没办法了 因为我地方浅窄 我现在的相机就霸了我爸爸的位置 即是说我要拖长时间来煮一顿饭 我不可以同时做很多东西 好,看到有水就继续放些水出来 接着之后我们就开始腌饭了 腌饭就很简单 腌这个鸡杂 加少许盐 真的少许可以了,不用多 一根糖 一根鸡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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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加多一点鸡粉 它就会变成有点咸味 但同时不需要太多腌 对身体不好 好,接着加少许的胡椒碎 接着之后 我们就加生粉 生粉1-2茶匙都可以 接着之后 我们就加少许的蠔油 真的少许可以了 几滴了,隨便 接着之后 麻油 麻油可以加多一点 因为始终来说 这些鸡杂都会有少许的酥味 接着之后 酒 接着之后 大约1茶匙的生抽 基本上就是这么多东西 接着之后 我们就可以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 鸡杂来说 其实通常我们都可以 即拌即食 即是即叶即食 现在很香 我们平时吃惯鸡煲 那些香 那些很香的鸡味 那些醃料的味道 那它本身 即是鸡杂 即是内藏 我说过的 它是不太吸水的 所以大家就不需要强求 它一定要很吸水 现在我不停拌它 主要就令到 那些醃料均匀 好 接着之后 等它吸一吸 那些醃料 的味道 OK 大家看到这么多 因为等一会 我会有另一种处理的方法 炒的时候 这样就可以令到 这些水 就不会溶的 所以这个时候 就算大家看到 水汪汪的 在镜头面前 可以拌匀 拌匀之后 就可以了 好了 前期功夫做完了 所有的尿头 这个是 这个是 洗净的 切好了 这个是露筍 露筍通常都是斜刀切 我都说了 它的质地 有些像芥蘭的 所以 按着芥蘭的切法 就可以了 接着 鸡杂拌好了 这个鸡杂 大概等多久呢 半个小时 十几分钟 半个小时之后 就可以用得了 OK 好吗 前期功夫 就做到这里了 下一个照片 我们就开始直接炒 这个材料很快 这个材料很快 是这样 等一会见 好了 现在水滚了 那我就要 开始逐样逐样东西 飞水 首先 如果大家看过我做猪腰部分 猪腹部分 大家都应该知道 那我们 滚了水之后 我们就把那些鸡杂 那些鸡杂 就捞下去了 那不用很久的时间 记住 你要它爽脆 不要太久的时间 OK 那不要动它 先让它滚了 先让它翻滚 跟着之后呢 我们就轻轻地弄它 推一推它 跟着之后呢 它现在开始滚了 稍微滚一滚 就OK的 跟着之后呢 我们就拿一只鸢皮 承起它 让它沥干些水 那现在开始滚了 其实呢 这些呢 鸡杂 就很快熟的 所以呢 我们不需要 是 就是 滚得它太久 记住 那现在开始 大滚了 大滚一会儿 稍等它 中间这里滚了 滚了就可以了 好 那现在可以撈起了 好 那现在可以撈起了 那么记住呢 一定要大滚哦 如果有鸡肝的话 那些姜丝就拿回它了 这个时候呢 不要让它停啊 那么呢 继续滚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要是 跟那些 信手呢 就跟那些 那些 那些露笋 就是 跟它呢 就是飞水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先撈起那些泡 先 隔关清泡它 那这个程序呢 就是我们家厨特有的 那呢 那呢 专业厨房就不是这样做的 那专业厨房可以分两次 那就是为什么呢 我可以洗少一次啊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开始 和这个上尾 啊 还要上尾 是啊 因为呢 大家还记不记得啊 我怎么样可以令到 这些蔬菜更加脆绿啊 糖和鸡粉一定要的 啊 鸡粉呢 它的酵素呢 就可以令到它更加脆绿啊 然后糖呢 可以保持到它的叶绿素啊 好 那然后呢 再加少许油 再加少许油 好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 滚到差不多了 呢 我们就加这个是 露笋了 那大家看一下 是否比我原先呢 它那个是更加脆绿啊 对吧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其实就可以了啊 啊 它表面呢 那些白色呢 都变成了半透明状了 那就可以了 那如果大家呢 是想是 它更加脆 就是 更加 软一身一些 啊 啊 那就可以是 继续去去 去 那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比 原先的 更加脆绿啊 OK 那我现在可以 熄火了啊 那跟着之后 我们 移个镜头 过来这边啊 那做什么呢 就是 和它 过冷壳 炒露笋 想炒得好吃 或者炒 炒蔬菜炒得好吃 这个过程是很重要的 就可以令到它呢 就更加是 嗯 更加爽脆啊 OK 好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呢 就顺手呢 就洗锅了 那因为呢 我没有煎过 没有成的嘛 那我只需要呢 是拿水 沖一沖它 那就搞定了 好了 那这个时候 可以了啊 那我们呢 就将那些露笋呢 就撈起它啊 那 大家看见到 是不是很脆啊 好 那 那我放在一边啊 跟着之后呢 我们就再清洁这里啦 那这些都是一路做一路做清洁 那 跟着之后开火烧锅 那这些都是我们家厨啊 啊 優良的传统啊 一边做东西就 一边炒东西就一边做清洁啊 那大家见到呢 这个镜头我放了很多东西 是啊 做了第二个菜 好 那跟着之后 我们转到镜头去这边了 做完东西了 那我们呢 就抹一抹这锅啦 那等一会呢 我们还要是拿那个XO醬去起锅的啊 那通常炒露笋呢 配XO醬呢 就非常之 好吃的 惹味啊 那我抹干净那只锅了 啊 那现在烧锅呢 照样背口缺啊 那那么大火烧锅 煎煙跟着下油 再煎煙 我们才下野炒啊 好 这个时候呢 那我们就下料头了 那呢 就先放姜片先 这煎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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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蒜頭很快就起蒜皮 起蒜皮 最後才放蔥倒 舊的朋友就知道 新的朋友就耐心些 稍後我再去解釋為什麼 再把辣椒放進去 這個時候我們就下XO醬 放兩茶匙 稍微爆一下 這個時候我們就放進去 嘩,好香 好,這個時候 我們就把那些雞雜 這個時候因為我不是醃了很久 那些雞雜不是很鹹的 所以我調味就放進去 我稍微半煎半炒 讓它加一加,升一升溫 然後我就順手收東西 加廚就是這樣的 好了,這個時候我們就開始調味了 然後它的重量下 大概下1茶匙左右的鹽 然後1茶匙的糖 然後再加一點雞粉 雞粉可以加,可以不加 這樣就釋除尖便 好,這樣 炒到差不多了 然後呢 我們呢 就放蔥 炒均勻它 跟著之後呢 就放醬油 最後拿點醬油在鍋邊 老師傅調味 好,那基本上很香 一個很野味的XO醬 這個鹿筍炒這個雞雜 這樣就完成了 大家等我一會兒 因為地方關係 我必須要搬來搬去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的 我們怎樣炒 那其實都不是很困難 那這個時候其實呢 大家呢 就可以是 稍為呢 是打一個芡上去的 那就可以令到呢 就是那些味道啊 就黏在那些食材的表面 那大家都知道 我不喜歡打芡 那所以我就沒有打 好了,那 一個很簡單 也都很好吃的 一個是 鹿筍炒 這個是 鹿筍炒這個雞雜呢 那就完成了 那有幾樣東西要注意 那我現在放好 略為放好之後呢 我就跟大家做一個總結 擦一擦一擦手 好油啊 好 好了,那 那其實呢 這個菜呢 就不是很複雜的 但是很野味的 那你都可以送飯 亦都可以送酒 亦都是營養非常之豐富 那可能呢 會有些人呢 會比較介意呢 就是膽固醇這件事 那其實呢 膽固醇 我怎麼說呢 其實膽固醇呢 我們人體是必須的 不過呢 就不可以過量啊 那 是不是不應該吃呢 那其實就不是的 適量吃呢 是絕對沒有問題的 不過你本身是病人 就當然 醫生吩咐下 就不好吃就不好吃啦 但是如果我們一般人來說呢 都是那句一奉行 這個是均衡營養的飲食 還有呢 就是小吃多滋味 就不要經常吃啦 那直至到現在為止 已經超過了一年半了 我基本上每天都不同送的 今天呢 我就跟大家分享這個爐筍 XO醬 露筍就炒雞雜 那 好了 那要處理上面 要怎樣處理呢 那第一呢 就是 大凡是內臟的東西呢 其實我們不需要怎樣去 醃得它很久的 最緊要呢 它的內臟要夠新鮮 這樣 才吃得出那個鮮味的 其次呢 就是因為呢 它的內臟呢 是不是很吸水的 那所以呢 我們弱量呢 稍為是 醃一醃它 大概十幾分鐘就已經夠味了 OK 行不行 好了 至於露筍那裏呢 那大家先頭呢 我也有簡介過啦 你可以批皮也可以 不批皮也可以 啊 主要呢 就視乎個人的喜好 我本人呢 就不喜歡批皮的 因為為什麼呢 其實你批了皮呢 就批了那個 蔬菜的精華所在 譬如說番茄那些 那很多人呢 不喜歡吃皮 但是其實呢 連著皮吃呢 才是最營養的 OK 好了 只不過口感呢 可能有些人就不喜歡 但是其實呢 吃多一點是好的 那露筍本身呢 那個抗氧化物質啊 豐富的植物纖維啊 以及維他命A、B、C啊 這些呢 其實呢 它那個皮呢 就會更加是 更加是多營養一些的 OK 好了 我們切的時候呢 我先來都說過了 就當它戒冷那樣做 所以呢 我們切就斜短切啦 然後呢 我們兩樣東西都要飛水的 那這個要留意啦 兩樣東西都要飛水 是不是要分兩次做呢 當然不是啦 我們家廚不會那麼笨的 或者不需要需求到 一定要是分開來處理的 那我們為求快速 和簡單一些 就不用多洗一次鑊呢 我們就兩樣東西一起做 不過呢 有分鮮流 先是 飛水呢 就和這個雞閘飛了水 先 和雞閘飛完水之後呢 我們才是再 和這個露筍飛水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第一 因為呢 露筍呢 我們必須要上味的 要上鹽糖 和雞粉的 這樣可以令到它更加脆 脆綠呢 大家都看到啦 那個是不是 那個賣相 還錄過它還沒煮熟之前 所以呢 這個有鹹味的嘛 那雞閘也有鹹味的嘛 那我們怎麼辦呢 所以呢 我們先是下了雞閘先 然後呢 它脫了少少的鹹味出來 不要緊 我們時候再加上去 之後再煮滾它 再和這個露筍飛水呢 那就剛剛好 那我們呢 就可以洗少一次鑊 用少一點水 OK 行不行 好了 至於炒那裏呢 先頭大家看到呢 很明顯 薑、蒜、蔥 我分開三個步驟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因為呢 蔥呢 是很容易焦的 最不受火的 薑呢 就最容易受火的 所以我們家廚來說呢 因為基於那個爐具的原因 所以呢 我們要分開三次下 先是下了薑 先等薑呢 出了味了 爆香了 我們先逐樣蒜 下蒜 下蒜 最後才下蔥 這樣呢 就可以避免它炒焦了 OK 可以不可以 但是同時間呢 它又可以出到味的 那大家會問 那專業廚房一次過下都可以 為什麼我們不行呢 這樣 因為專業廚房的爐具比較高溫些 但是理論上呢 他們都應該要分三次下的 不過呢 都是那句啦 為求方便 差一點就差一點 那這個是他們的問題 不是我們的問題 但是我們作為家廚來說呢 我們呢 就最好呢 就遵照這個原則啊 哪個受火就哪個先下 一定要夠爆香 那樣菜才好吃的 OK 行不行 跟著爆香了之後 下這個是 XO醬 如果喜歡就下XO醬 如果不喜歡 這個時候呢 就直接下料炒 如果是下了XO醬的話呢 XO醬的話呢 就等炒一炒的XO醬呢 混和了薑蒜 和蔥的味道 這樣才下去一起炒 那想它靚一點的話 就加些辣椒下去 那些 切成一塊塊的椒 牛角椒 OK 那整個菜 一拌勻它 最後才調味 那 我解釋一次 為什麼要最後調味呢 一調味之後 大家看到我很快就收火 原因呢 這個就和飲食健康是有關係的 那這裡呢 我再詳細解釋一次 那就是因為呢 我們這條舌呢 就很容易受騙的 OK 那很多人呢 都知道是小鹽小油 就為之健康 那什麼為之小油 那什麼為之小鹽呢 那我解釋一個科學的原理 給大家聽呢 就是如果那些鹽呢 是完全融入了 去食材裡面呢 無論你放多少鹽 你都不會覺得鹹的 但是呢 如果我調味的時候 我將那些鹽呢 只是審在表面 那我就算減少一倍份量的 這個減少一半 分量的這個調味的話呢 我依然會覺得鹹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是不是下鹽下少了 就是等於我吃少了鹽 大家要記住 所謂小油小鹽呢 油就是因為它的反式脂肪 有害健康 當然 那個所謂反式脂肪 就是另一個解釋 就是另一個解釋 這裡不解釋 我主要解釋 小鹽 為什麼要小鹽 不是因為我們要吃 沒有那麼鹹呢 我們會健康一點 而是呢 是因為鹽的主要成分是蠟 蠟呢 是重金屬來的 雖然我們身體是需要蠟 去維持這個身體的健康平衡 但是過量吸用的話呢 就形成了一個重金屬 所會引發的一些牽連到的疾病 所以呢 我們盡量就少吸食這個蠟 所以呢 近年也都因應這個原因呢 也都出現了這個小蠟的鹽 是不是 大家知不知道 所以呢 我們其實如果一般調味的話 其實呢 我們可以出貓的 就是什麼呢 拖到最後才調味 一調味稍微炒兩炒 就馬上起鑊 這樣就可以令到呢 那個 即是令到呢 那個調味呢 用的鹽的份量就會減少 但是依然會覺得鹹的 記住啊 這個是一個 需要腦筋去想想 去換算的一個魔術來的 OK 拖到最後才調味 你就可以做到少油少鹽 但是依然會這麼好吃的 一個菜式 OK 行不行 好啦 那不妨礙大家了 說完了 去吃飯了 拜拜